小说 丹武双绝 作者 飞翔蜗牛 第2401-2420章 丹武双绝 第2401章 能进多少就进多少 有多少裂魔者会进入幻虚秘境 秦明问道 幻虚秘境至关重要 独魔重视 裂魔者和无数势力都很重视 既然独魔已经打算大批进入幻虚秘境了 裂魔者应该也会紧跟其后才对 裂魔者协会建立的意义就在于对抗独魔 因为他捐赠的原因 裂魔者杀死独魔的收益很高 现在整个天龙世界到处都有在寻找独魔的裂魔者 要不是因为寻魔应符不够的原因 说不定能把隐藏的独魔全部找出来 当然 就算找出来 其实独魔对于外界的情报也不会因此断掉 天龙世界的舞者中也有不少投靠了独魔 他们并不是独魔 所以 寻魔应符对他们不起作用 但他们确确实实在为独魔做事 很多裂魔者进入 连人担忧到独魔这次 可能会派遣很多蛇镜独魔进入幻虚秘境 而裂魔者协会 考虑到幻虚秘境的危险 并不许蛇镜猎魔者进入 所以在人数上 我们低于独魔 而且在龙镜实力上 我们可能也不如独魔 其实 天龙世界的龙镜强者要比独魔多 但因为独魔的基地 他们根本没有找到 也因此 独魔在暗 而他们在明 独魔可以把全部力量投入到幻虚秘境中 而他们还需要守卫城池 根本不敢全力以赴地进入幻虚秘境 再一个 并不是所有的舞者都一心抗击独魔 现在大部分舞者 虽然讨厌独魔 但还没有厌 倒一心要杀他们 很多舞者更加关心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对他们来说 看似很遥远的独魔 这勤明了解 也没有办法去改变 舞者们不抵抗独魔 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奋斗 他不可能强行让对方对抗独魔 普通龙镜舞者的实力 不如龙镜独魔的实力 这一次幻虚秘境中 他们的人数又比我们多 看来这次幻虚秘境非常危险 秦明叹了一口气 无奈地说道 普通舞者的实力不如毒魔 是因为血脉的原因 毒魔的血脉 来自于至高事件 虽然毒魔血脉 完全没法 和圣血比拟 可比大部分普通舞者要强 最关键的是 毒魔几乎人人都会用毒 往往普通舞者一个不查 就会死在毒魔的毒之下 当然 有经验的裂魔者 很少会中毒魔的毒 但现在与毒魔的战斗 刚刚打响 又有多少有经验的裂魔者呢 若是能够在幻虚秘境中 把毒魔一网打尽就好了 那样毒魔根本没法威胁到天龙世界 这只是秦明想当然 幻虚秘境非常大 甚至连毒魔自己 也不可能把所有毒魔都集合起来 他们不可能把毒魔一网打尽 号召我们的人进入幻虚秘境 在保证云城的安全下 能进去多少 就进去多少 进去的舞者 同意发放完美丹药 杀毒魔其次 尽可能地保证自己的安全 秦明一一安排道 连人想了想 脸色有些难看到 丹药可能会不足 丹武双绝 第2402章 库存的都拿出来 把库存 用来对付毒魔的丹药 全部都拿出来吧 秦明说到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 每多一颗完美丹药 我们的舞者就能少死一人 对了 记得统计人数 到了幻虚秘境之后 要分配舞者指挥他们 另外出来后 死亡的舞者 统一发放抚慰金 这些话一出 就代表着 这次云成舞者 进入幻虚秘境 是为了联盟出战 死亡的舞者 得到什么宝物 都属于自己 而死亡却被联盟买单 这 连人欲言又止 最终点头道 遵命 秦明队手下 亦如既往的好 舞者选择了舞道这条路 自然需要承担危险 哪有自己去探保 死了伤了势力负责的 这次幻虚秘境 注定不可能都在一起 连人想了想 劝说到盟主 我们能够为你把恢复生命的宝物带出来 不需要你亲自冒险 以你的天赋 相信一定能够突破到龙境 何必去冒险呢 盟主安危 关系到整个联盟 慎重啊 这一次 连人不会进入幻虚秘境 甚至所有的副盟主都不会进去 他们的实力不错 但实力不是最重要的 他们坐在联盟中 非常重要的位置 若他们死了 联盟将损失惨重 在幻虚秘境中 能够代替他们战斗的人有很多 而能够代替他们 管理联盟的很少 每一个势力 最高的掌权人 很少参加战斗 因为掌权人死亡 很有可能会让 整个势力分崩离弃 陷入内乱 就算不陷入内乱 也会给敌人可乘之机 所以 掌权人不参与战斗 比参与战斗更有意义 也更加合适 他都不进入危险的幻虚秘境 何况是位置更高 对于联盟来说 更重要的秦明 他死了 秦明可以再找一个副盟主 虽然可能一开始不熟悉这个位置 管理联盟会不太顺利 但只要经过一段时间 就能够适应下来 他可以死 对联盟来说 虽然有损失 可并不太大 但秦明不能 虽然现在联盟已经能够自给自足 不像最开始建立时 什么都需要秦明 可现在的秦明 是联盟的主心骨 他离开一段时间 没有问题 联盟不会出什么状况 可离开的时间长了 联盟的舞者 肯定会心中发慌 人心不稳 秦明太重要了 无论他要什么宝物 联盟的舞者拼尽全力 也愿意为他找过来 他实在不想让秦明 进入幻虚秘境中 为了怕引起联盟恐慌 联盟其他人 并不知道 秦明会进入幻虚秘境中 若是联盟的舞者知道 可能会一窝蜂地 冲入幻虚秘境中 连人非常清楚 秦明在联盟中的重要性 他被无数舞者所崇拜 若是知道秦明进入危险的幻虚秘境 肯定会想着进去保护他 谁都没有办法代替我 秦明淡淡一笑 看着连人 说到我是联盟之主 但同时也是 一个舞者 若我一直躲在幕后 那我的舞刀之路 岂不是废了 丹舞双绝 第2403章 幻虚秘境开启 怎么会废了呢 连人反驳到 有着无数完美丹药 有着联盟的权力支持 再加上盟主的天赋 只要花费一点时间 一定能够轻轻松松地突破交境 达到龙境 达到龙境之后 收集整个天龙世界的物质 一定能让盟主突破龙境 秦明摇了摇头 这样花费的时间太长 我对小世界不放心 我一刻都不愿意多等 再说 舞蹈之路 就是在与时间赛跑 我的目标 并不仅仅只是突破龙境 寻找小世界 他抬头看天 眼神深邃我的目标 是那高高在上的至尊世界 总有一天 我也能达到那个境界 把那位高高在上的人 拉下来 连人知道 秦明说的是谁 是独魔之主 是创造独魔的人 他被秦明这番话 给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连人一直在考虑着 打败天龙世界的独魔 连把独魔彻底赶出去 都没有抱过这种幻想 因为他知道 以独魔的躲藏能力 他们不可能被驱除干净 只要有一个独魔存在 那么经过无数年的发展 他们又会死灰复燃 也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千年之前 才没有举天龙世界 所有舞者之力 把独魔彻底驱除 因为他们知道 彻底驱除是不可能的 却没有想到 秦明有着更加远大的梦想 连人也是看着天空 那里遥不可及 他就像是一个蝼蚁一般 若是真有什么意外 好好地经营联盟 秦 明淡淡地说了一句 盘坐下来开始修炼 不再言语 如同这句话 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一般 这一次幻虚秘境 秦明也没有多大的把握 能够活下来 特别是在知道 独魔大批舞者 甚至不计代价地 进入幻虚秘境中时 独魔这气势 似乎打定了注意 要搞大事情 偏偏天龙世界的舞者 不可能在幻虚秘境中 和独魔发起决战 若是能够找到独魔的老巢 让他们也有所顾忌 我们可能就不会这么被动了 秦明在心中叹了一口气 若是独魔的老巢 这么容易找到 那么独魔也不会成为 天龙世界的选界之极了 时间过得很快 半个月之后 幻虚秘境终于要开启 无数的舞者 无数独魔 通过应服 进入幻虚秘境中 暗流涌动的天龙世界 似乎因为幻虚秘境的开启 而变得平静了下来 但谁都知道 一旦幻虚秘境结束 就是与独魔大战之时 幻虚秘境中 天龙世界的舞者 和独魔的战斗 将会为这场大战拉开序幕 以前天龙世界的舞者 大多数都不了解独魔 而在这次幻虚秘境中 他们将必然 与独魔接触 独魔将彻底暴露在 天龙世界舞者面前 房间内 秦明和米贝相对而坐 面前摆放着米复风的信件 以及四张印符 看着信件 米贝想起了自己爷爷 抓着秦明的小手 不由紧了紧 正在秦明打算撕开印符 进入幻虚秘境时 门被敲响了 丹武双绝第2404章 神秘的人 秦明皱了皱眉头 倒进来 门开 连人带着一位 戴着面具的神秘人出现 妖娆 见到面具 秦明惊讶到 不错 这位戴着面具的人 正是那次追上他 与他大战一场的舞者 虽然实力没有自己强 但那是秦明非常憋屈的一场战斗 妖娆的速度 是秦明见过 同街中最快的 他无论如何也追不上 后来战斗结束 他们化干戈为玉帛 妖娆也再也没有找过他了 这一次 妖娆来找自己 为了什么 难道是为了进入 幻虚秘境的印符 以妖娆的实力 进入幻虚秘境的印符 也不是什么特别贵的东西 应该可以轻松买一份 见到盟主 叫出神秘舞者的名字 连人就知道 秦明认识神秘人 神秘人却是没有骗自己 他与盟主是旧时 把他带到之后 连人关上了房间 默默地离开了 妖娆进来之后 微微一笑 揭开了自己脸上的面具 米爵 哥哥 见到妖娆的模样 秦明和米贝都大吃一惊 米贝不敢置信地 上前摸了摸米爵的面旁 眼泪刷的一声 掉了下来 扑在米爵身上 大声地哭了起来 哥哥 我以为你死了 我好想你 你们都离开我 我一个人好孤单 好孤单 米爵拍着米贝的背 轻轻地安慰到 现在有哥哥照顾你 你不再是一个人了 好了 别哭了 再苦就变成小花猫了 宠溺地刮了下米贝的鼻子 米爵带着笑容说道 米贝的情绪 还是久久无法平息下来 他拿着米爵 哭泣了好一会 终于 米贝情绪稳定下来 哥哥 我明明看到你在我面前 化成灰烬 怎么 想起家族毁灭的时候 米爵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和你一样 被老祖宗带了出来 当你把道领悟到 和老祖宗一样时 也能做到那些障眼法 那么爸妈 米被期盼地看着米爵 米爵悲伤地摇了摇头 爸妈是真的死了 老祖宗的道 还没有高深道 可以把我们都带出来 我们两个已经是极限了 再一个 若是我们活得很多 那么毒魔就会拆我们凤家 凤家必然会暴露 也会陷入无止境地追杀 听到米爵的话 一旁的勤明了然地点头 他很清楚 独魔对这些 有着千年之前活着的圣血龙镜舞者 是多么的重视 他们不择手段地灭这些家族 必然不会允许这些家族 大部分成员存活 凤家能够活下米贝和米爵 那都是米复风实力高深的原因 这段时间 米爵都戴着面具 想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了 道可以把米贝和米爵带出凤府 秦明一点都不吃惊 他现在对道也有所领悟 道的力量极其玄奥 就像秦明拜访米复风时 谁底下 那个隔绝水的房间 就是用到布置的 以前秦明只感觉非常玄奥 却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对道入门 才明白 那都是道的力量 单武双绝 第2405章 米爵 若是把道领悟到足够高深 悟者一瞬间出现在千里之外 估计都是轻而易举 道实在是太强大了 可惜 要领悟到非常困难 经过这段时间的苦修 我的道进步太慢太慢 想要达到米复风的境界 不知道要花费多少世界 秦明对于道的力量 感叹不已 道很强大 秦明在修炼时深有感触 但道的修炼难度 也是前所未有的难 米复风达到了龙境界巅峰 领悟的道 也是让秦明望尘莫及 哥哥为什么不在那次见面的时候 就亮明真身呢 米被红着眼道 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么想念你 我也很想你 很担心你 米爵笑道 所以在知道你的消息后 才第一时间赶过去 看到你的进步 我感到很欣慰 他站起来 端起桌上的酒 饮了一口凤家梅了 我们的敌人强大无比 从今往后 我们要背着仇恨前进 不能再像以前懵懂无知 若是我现身 你有了依靠 可能就不能成长为现在的米被了 说着 米爵给秦明鞠躬道 多谢你对妹妹的指点 看着米爵成熟了不少的面庞 秦明心底叹了一口气 当初第一次见米爵时 他是多么的风华正貌 在蓝城 凤家当之无愧的属于最顶尖的家族 家族内有圣血龙镜强者米复风 谁也不敢撩虎须 凤家就坐落于整个兰州 最美的湖中心 无数舞者家族 羡慕向往 凤 家覆灭对米爵的打击 秦明能够想象得到 没让这个男人 一蹶不振 反而越挫越勇 秦明佩服 他受了这一礼 给米爵敬了杯酒 我一直把米杯看成自己妹妹 你这样做就显得见外了 我们都有一个敌人 独魔 这一杯酒我敬你 既然来了 以后就不要走了 独魔我不怕 他们若是敢来 我让他们有来无回 秦明说得慷慨激昂 米爵听得心持神网 他第一次与秦明见面 就觉得这个年轻人 将来必然有一番成就 也因此非常愿意与之结交 妹妹和秦明在一起 他也没有多管 没有想到 秦明的成就 会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 云城联盟之主 这是何等高的位置 现在整个天龙世界 能够组织起最强大的实力 除了独魔和裂魔者协会 就只有秦明了 秦明比自己年轻 当初的实力 也是远远不如自己 而现在却不知道 超过自己多少 想起当初 米爵心中满是感叹 两人喝过酒之后 关系更进了一步 米爵坦然道盟主 这一次来 我有一件事情 想请你帮忙 叫我秦明叫好 盟主叫着多见外 秦明淡淡一笑你说需要什么 只要我有的 都可以给你 多谢 米爵拱手到这一次 我想和你们一起 静患虚秘境 我达到的交境 已经控制不住 体内圣血凶性了 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到幻虚秘境中 找到老祖宗收的宝物 单五双绝 第2406章 进入 米爵的实力达到交境 他一进来 秦明就察觉了 在秘境中 我们相互帮助 谈不上谁帮谁 秦明拍了拍米爵的肩膀 哥哥 能够和你一起进幻虚秘境 实在是太好了 米爵脸上满是笑容 米爵握着米爵的手 这个世界上 只剩下他们相依为命了 秦明在联盟库房中 拿了一份 可以三人同时 静患虚秘境的印符 想要静患虚秘境 需要借助印符的力量 而普通的印符 只能一位舞者进入 那印符属于蛇籍 而交集 能够二位舞者一起进入 价值很高 而能够三位舞者一起进入 是龙极印符 价值不可估量 但对于秦明来说 这并不算什么 准备好 我们要进幻虚秘境了 秦明身上 带有很多完美丹药 其他物质也带得非常充足 哪怕多一个人进去 也不需要再 另行准备 在得到两人的同意之后 秦明撕碎了手中的印符 一阵恍惚 在清醒时 已经到了一片焦土之中 这里就是幻虚秘境吗 看着周围寸草不生的地面 秦明深吸了一口气 这里的元气比外面充沛很多 闭上眼睛 秦明细细地感触了一番 这里的道 也是比天龙世界清晰 种种迹象表明 他们已经到了幻虚秘境中 正在这时 有一群黑衣舞者 从天边飞来 呼啸着 直接把他们围了起来 毒魔 根本就不需要寻魔印符分辨 秦明就知道 这群人都是毒魔 秦明目光朝着他们打量 心中松了一口气 这些舞者的实力 一部分是焦镜 一部分是蛇镜 没有龙镜毒魔 也是 龙镜毒魔 可不是那么好培养的 若是真的好培养 毒魔也不会躲在阴暗的角落 而是直接与天龙世界舞者 摊开了战斗 天龙世界的舞者 在秦明打量这群人时 对方也在打量着秦明几人 米贝被他们 看得有些害怕 不由躲在米绝身后 看着不怀好意的众人 秦明微微一笑 好久没有战斗了 没想到一来唤须秘境 就能酣畅淋漓的战斗一场 真的好久秦明没有战斗了 自从知道 毒魔在处心积虑地对付自己 秦明就非常小心 根本不敢离开云城 也因此秦明没有战斗的机会 再加上 他因为吸收一宝的神秘能量 实力提升到了较近七层 可也因此而实力不稳 平时他在用御重稳固境界 但想要彻底稳固 并且打牢基础 可不是光用御重就能行的 还需要与人战斗 生死之战 他本来就打算来幻须秘境中 稳固自己的境界 没想到一进来 就有大批的毒魔来袭 这正合他的心意 米绝 你保护好米贝 这些毒魔都交给我 米绝警惕地看着这些毒魔 轻轻地点头 你要小心 若是打不过 跑 有 听到秦明的话 一个看起来是领头的毒魔 意外地叫了一声 没想到啊 居然自不量力地想要杀我们 你以为你是秦明啊 丹武双绝 第2407章 我正是秦明 近来换须秘境时 秦明变换了相貌 防止被龙镜毒魔追杀 所以这些毒魔 根本不知道 他们围攻的人 真是秦明 秦明淡淡一笑说得不错 我正是秦明 话音落下 秦明身形一闪 出现在这领头的毒魔面前 对着他胸口猛然捶去 这一击 他用出了全力 使用了烽火道攻击 浓烈的道气韵 让众多毒魔胆战心惊 他们围攻的 该不会是一位龙镜强者吧 想杀我 领头毒魔 看着渐渐接近的拳头 脸上带着不屑的表情 虽然对方领悟了道 并且能够把刀用在攻击中 很让人有些意外 但对方的气息 可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绝对是交进境 而不是龙镜 既然不是龙镜 那么再强 又能强大到哪里去呢 他从来就没被 同阶舞者碾压过 别人不行 面前这个年轻人 更不可能 但 秦明势大力臣的一拳 带着一股不可匹敌的力量 轰击在他胸口上 整个胸口 直接被冻穿 鲜血横流 怎么可能 领头独魔眼中 满是不可置信 他刚刚想躲 可最终没有成功 周围有着无形的力量 束缚着他 如同龙镜舞者的攻击一般 虽然束缚比龙镜强者 要弱不少 但攻击力 已经到了龙镜的层次 龙镜舞者一般的攻击 他脆弱的身体 如何能够抵挡 领头独魔没接住 一招就死了 让众多独魔吓了一跳 他们瞬间反应过来 不由勃然大怒他 实力只有交劲 刚刚那般攻击 不可能一直使用 趁现在 杀 杀了他 十几个 独魔汉不畏死的 朝着秦明冲来 要把他碎尸万段 他们来得快 回去得更快 冲来时带着愤怒 而身体倒飞回时 已经失去了意识 只是几个瞬间 满地都是交进独魔尸体 其他独魔舞者看了 胆占心惊 若是这十几个交进独魔 能够把秦明击伤 他们的士气 也不至于崩溃 十三位交进独魔呀 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死了 连对方的衣角都没碰到 看着秦明站在那 风轻云淡地 看着自己等人 独魔本来就崩溃的士气 更是降低了几分 龙静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他们立马退后 朝着远处逃去 对着人数最多 实力最强的一群人 秦明追了上去 又杀了几个交进独魔之后 秦明把战利品随意地收拾了一番 回到了米贝和米绝身旁 独魔身上带的丹药和资源 他根本不在意 最在意的是独魔的心头血 秦明最想要的是 龙静独魔心头血 可惜龙静独魔都很珍惜自己的性命 就算被围 在必死无疑的情况下 也会自己破坏体内的心头血 到现在为止 秦明也只是收集到了一份 龙静独魔心头血 在秦明幽火的炼化下 成功炼制成了玉明珠 最后制作成了寻魔应符 并没有超过龙脊 而是比寻常的龙脊寻魔应符 多了一个功能 它能感应千丈之内 独魔的具体位置 单五双绝 第2408章 又变强了 有了这枚用龙静独魔心头血 被秦明特意炼化 制作而成的寻魔应符 秦明在幻虚秘境中 不用担心不小心碰到龙静独魔 若是发现 远处有龙静独魔 提前一步绕过去 或者干脆躲起来 一千丈的距离 足够秦明几人躲藏了 也因为有这枚寻魔应符 秦明才敢戴着米贝 进幻虚秘境 否则进来之后 随时都可能被龙静独魔追杀 他可能逃跑 但米贝可逃不掉 秦明哥哥 你又变强了 见到刚刚还围着自己等人 耀武扬威的独魔 现在死的死 跑的跑 米贝很是高兴地跳了起来 一旁的米爵 更是瞠目结舌 上一次他和秦明比斗 秦明虽然能战胜他 实力也算强大 可只是蛇镜并不能说明什么 可这一次 秦明面对的可是娇镜独魔 而且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一群 却没有想到 秦明居然能毫发无伤地杀死他们 在自己等人被围时 米爵还在担心 这么多独魔 他们很有可能无法逃脱了 只能陷入苦战 若是有如果的裂魔者经过 说不定能救他们一命 他想多了 秦明的实力已经强大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同样是圣血舞者 为什么秦明如此强 而我虽然比普通舞者强一些 可与秦明比起来 什么都不是 米爵有些想不通 他也是圣血舞者 虽然速度才是他的强项 可其他地方也不至于差这么多吧 特别是秦明的第一招 攻击那个领头独魔石 那攻击 他远远地站在一旁 居然内心中都有些害怕 就像独魔们刚刚叫喊的 秦明的攻击已经有了龙镜舞者的威力 秦明 你的实力为什么会这么强 你觉虚心求教道 秦明摇了摇头 他看着自己手掌刚刚攻击 我身体飘忽不定 很明显 我的根基不牢固 实力提升得太快 造成进阶不稳 无法发挥出全部实力 这不算什么 等到我彻底掌控力量之后 我的实力还能提升三成 至于我为什么比同阶强 秦明摸了摸头 摇头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的身体素质很好吧 其实秦明大概的猜到了原因 我体内的圣血 似乎与其他舞者的圣血不同 若没有圣血拥有者 都如同我圣血一样 有着那么强的凶性 他们不可能提升到交劲 虽然是猜测 可基本上秦明能够肯定了 他现在实力是交劲 对其他舞者来说 以他这个年纪 提升到交劲 已经是非常快了 特别是在圣血舞者中 他更是一气绝尘 但是 对于秦明来说 他提升的速度太慢 太慢 他享受的资源 可不是其他舞者能够拥有的 他能够吸收一宝中的神秘力量 能极快地增强实力 并且吸收谁属性的一宝 还能压制圣血中的凶性 这些其他圣血舞者 根本不可能享受到 他们想要压制体内的凶性 只能凭借着自身意志力 单舞双绝 第2409章 随便选个方向 别的东西 秦明可能比其他舞者差 但在意志力和心境上 他非常自豪 一直都是遥遥领先 其他舞者绝对不如自己 而且是远远不如自己 以他的心境 哪怕是面对成千上万的龙镜舞者 气势压迫 他都能泰然处置 这样的心境 哪怕是龙镜舞者 很多都不是他的对手 龙镜舞者 都没几个比他强 更何况那些圣血舞者了 而以他这么强的心境 居然都没办法压制体内圣血的凶性 需要外力辅助 若是其他圣血舞者 也和他一样 体内圣血有这么强大的凶性 估计连蛇镜都无法突破 又怎么可能突破交境呢 其他舞者 可没有完美品质的预清单 和异宝能量压制体内圣血凶性 血脉中凶性越强 那么他的力量也会越强 这几乎是能肯定的 这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不管是哪个世界的凶兽 他们身上的野性越强 那么 他们的力量也会越强 只有强者甚至 才会带有不可匹敌的杀气 不可能一个天使 甚至一个普通人 身上带着滔天杀气 这不现实 而且种种迹象表明 他体内的圣血 比其他舞者体内的圣血 可能强了不止一点两点 其他舞者若是变成怪物 不可能越阶战胜敌人 顶多也就越阶战平 一旦身体受不了 解除变身 那么舞者就会陷入 无法动弹的重伤中 而他却不同 他变身之后 能够轻轻松松地越阶战斗 就像现在 秦明非常自信 他变身之后 哪怕是龙镜巅峰的强者 他都敢一战 若是龙镜初期 他能轻松杀死 我现在的心境虽然强大 可一旦变身 体内的凶性 又会大幅度增强 那么 我想要突破龙镜 估计需要寻找压制凶性的宝物了 所以 能不变成怪物 尽量不要变 秦明经过一次心境大幅度提升之后 能够轻松抵抗血脉中的凶性 但他不敢变成怪物 每一次变身 剩血的凶性都会大大增强 他还想着突破龙镜 达到那未知的镜 去往无尽虚空 可不能因为剩血凶性的原因 让他无法突破 体内剩血凶性越少越好 我已经吩咐联盟舞者 替我找找青血草 也不知道幻须秘境中有没有 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找到 青血草是炼制青血丹的主要原值 是米复风给他的丹方 青血丹的作用 能够彻底地消除 圣血无者血脉中的凶性 但是青血草已经在天龙世界绝迹 也不知道幻须秘境中有没有 我们现在应该往哪边走 一旁的米贝 在吃了一口零食之后 抬起头问道 米贝自从知道米绝没死 整个人开朗了很多 那个活泼的米贝似乎又回来了 随便选一个方向吧 在行进的过程中 我们注意观察空气中的元气 秦明随便指了一个方向说道 幻须秘境的常识 越是往里面 空气中的元气也会越浓郁 而对这里 他们根本不熟 往那边走都是一样 随便选择一个方向 观察空气中的元气就行 丹武双绝第2410章 新的寻魔应符 结果秦明选择了一条对的方向 他们越走 空气中的元气越是浓郁 这证明 他们正在往幻须秘境中心走 越是外围 幻须秘境的宝物 越是稀少 也越是普通 而往里面走 宝物会更加珍贵 但也有可能遇到未知的危险 周围的环境 总是给我一种残破的感觉 秦明望着四周的焦土 皱眉道 残破 米绝疑惑不解 秦明想了想 解释到就像是这块土地 甚至这片空间 都不应该属于自己 而是被拼接的 一旁的米贝 听了秦明的话 笑到秦明哥哥 你想太多了 幻须秘境都不知道 存在了多少年 若真是残破的 是被拼接的 不可能到现在也没被发现 米贝说的很有道理 秦明也不再多想 但这种 感觉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这感觉是那么的真实 而他多次望了望周围 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 这里是残破世界拼接而成 幻须秘境 每过千年开启一次 而每一次的幻须秘境 都不大相同 想要找到对我们有帮助的宝物 不能横冲直撞 需要凭着环境的意向 找到正确的方向 米绝抬头四处看了看 神情郑重地说道 秦明点头 我们都是圣血舞者 对于圣血会有感应 他们要找的宝物 是对他们圣血舞者 极其重要的东西 是绝世强者的尸体 在幻须秘境中 有着不知道 多少数量的圣血 这些圣血附近 有可能有凶兽守护 也可能影响环境 生成奇怪的生物 船 说在幻须秘境中 不知道多少年前 有过一场惊天大战 无数绝世强者 在这里陨落 这些绝世强者体内 都蕴含着圣血 圣血不腐不坏 并且带着莫大的威能 其他圣血舞者 若是待在旁边 就能够吸收其中的能量 若是运气好 还有可能得到传承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圣血 都能被圣血舞者吸收 有些圣血非常邪恶 它会引诱舞者 而后迷惑舞者 让圣血舞者陷入疯狂 甚至自荐而成为它的养料 这些圣血 对于普通舞者来说 一点用处都没有 若是不小心接近 就会心绪不宁 受到圣血的压迫 可惜我们的实力 不可能把圣血带出去 若是能带到天龙世界 哪怕最寻常的一滴 也能受用无穷 米诀可惜道 这些绝世强者 最少都是超越龙境的存在 也只有这样的强者 死亡之后 体内的圣血才会不服 这些圣血 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识 不可能跟着舞者出去 他们不想出去 没有人有实力 把他们带出去 就算碰到弱的 强行带出去 他们也会自我毁灭 能量消散在空中 或许这些圣血 已经把这里 当成了他们的家 等等 有龙境独魔 秦明忽然顿住 紧张到 他的精神力 一直连通着 寻魔应符 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在千丈之外 有一个红色的点 一闪一闪着 看颜色和亮度 秦明判断 这是龙境独魔 丹武双绝 第2411章 龙极凶兽 我们换个方向 秦明转换了一个方向 几人继续前进 在走了一段路程之后 寻魔应符没再反应 秦明不由松了一口气 还好有他 不然我们就一头 撞到龙境独魔身上了 秦明看着手中的 寻魔应符 感叹道 在幻虚秘境中 他们不可能碰到独魔 就转换方向 因为这里的独魔很多 若是只要碰到独魔 就转变方向 在这里只能寸步难行 三人正走着 时不时会有凶兽来偷袭 但他们的实力都不强 轻松就被秦明和米爵击败了 这里的元气越来越浓 凶兽也越来越强 我们要小心一点 慢慢地贴得飞行了一天 他们已经前进了很长一段距离 这里的元气很浓郁 让秦明有些担心 已经一天了 他们什么宝物都没碰到 不知道这次独魔 为什么派遣这么多舞者进来 他们一定有着什么打算 可惜 独魔的保密能力很强 我们只能通过蛛丝马迹 知道他们在酝酿着什么 但并不能知道具体计划 这一天中秦明碰到了很多毒魔 若只有个没有龙镜毒魔 那么秦明不会客气 直接上前杀死他们 时间紧急也没让米贝动手 都是秦明自己出手的 他现在境界不稳 多经历一些战斗 能加强身体掌控力量 碰到的普通舞者也不少 甚至有联盟的舞者 秦明远远地饶了过去 并没有打招呼 在幻虚秘境中 人数越少越好 越少越容易躲避 而且 他不知道哪个舞 只是奸细 万一被奸细跟着了 偷偷地给独魔传递消息 一旦有几个龙镜围住他们 那他们可就在劫难逃了 所以就他们三人 找到合适的圣血 而后偷偷地吸收 这是最好的 独魔能靠近圣血 而普通舞者不能 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秦明想起了古籍中的记载 摇头叹息道 独魔的血脉 来自于那位至高存在 他们能够抵御圣血 似乎并不怎么奇怪 不过他们 不能吸收圣血中的能量 碰到了圣血 只就如同碰到了麻烦一般 因为在圣血附近 往往有着未知的危险 正想着 秦明忽然感觉到 地面在轻微的震动 不好 有实力强大的凶兽过来了 秦明挡在米贝身前 看着远方 很快 米贝和米绝 也是察觉到了地面震动 这种强度 应该是龙极凶兽 果然 一座怦然大雾 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高四丈 浑身漆黑 眼睛星红 皮糙肉厚 如同一座小山一般 每一步地面 都在剧烈的战斗 秦明三人都有些站不稳 趴下 秦明三人连忙卧倒 这头巨兽从旁边过去 就在秦明以为 他们会顺利逃脱 平安无事时 巨兽的鼻子忽然嗅了嗅 朝着他们看来 糟了 他发现 我们了 秦明心中暗道不好 果然 巨兽 迈着沉重的步伐 朝着他们而来 飞起来 秦明不敢 这里有龙极的飞行凶兽 天空中就算是龙极强者 也不敢飞上去 他们上去 这不就相当于 在挑衅飞行凶兽吗 丹武双绝 第2412章 不可思议的强大 我来阻挡他 你们先跑 秦明挡在两人面前 对着巨兽冲了过去 秦明哥哥 米贝紧张地大喊 走 米爵知道 以他们的实力 留在这里 没有任何用处 只会成为秦明的负担 现在越快离开 那么秦明 也能尽快地 办妥凶兽 也能越安全 感觉到米贝 和米爵飞快地离开 秦明把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巨兽身上 很久没有 酣畅淋漓的大战了 本来以为那些毒魔 能够和我战上一场 没想到 他们没死几个就逃跑了 你虽然是龙镜凶兽 但体型膨大 我未必不能和你过几招 秦明揉了揉拳头 心念一动 召唤出烈焰 火红的拳套 带着凌厉的风声 朝着巨兽的头部袭去 哦 见到面前的小步点 见到自己不跑 反而冲了过来 巨兽发出惊天大吼 抬起爪子 对着秦明拍了过去 至于秦明攻击的头部 他不闪不闭 头部虽然是他弱点 但同时 头骨是他全身防御最高的地方 面前的小步点 怎么可能伤到他 好强 望着凌空一找 秦明心中震撼不已 这力量 若是拍到他身上 哪怕他是圣血舞者 并且身体和铜阶比起来 极其强悍 也是必死无疑 威夷挪步 运用到原计 秦明横空挪移 躲过了巨兽的攻击 出现在他头上 猛然一拳攻去 碰 孟亨生从拳头与巨兽的脑袋 接触触传来 秦明倒飞出去 震惊不已地看着巨兽 我的攻击完全没有效 果 不但如此 还震伤了我自己 本来秦明认为 是一头体型笨拙的龙极凶兽 不像小巧的 凶兽那么灵活 他能过上几招 甚至能击伤他 把他赶跑 确实 对方与其他的龙极凶兽比起来 要笨拙很多 他也能躲过攻击 但是 他皮操弱厚的程度 超过了秦明的想象 刚刚他全力出手 不但没给巨兽带来伤害 反而自己震伤了 要知道 刚刚秦明的攻击 可是用了两种刀 是他最强的攻击 这都没有效果 岂不是巨兽站在原地给他攻击 他也没有办法杀死他 未必 秦明目光在巨兽身上扫了扫 看到了皮肉并不厚的喉咙 我就不信了 攻击这里 你也不受伤 哦 巨兽再次抬手 对着秦明砸来 正在秦明要躲避时 忽然赶到四面八方一阵压力传来 这是 欲众 对于这种压力 他再熟悉不过了 这不就和他学会的欲众力量一样吗 只是他的欲众只能朝下 而巨兽能够从四面八方对他压迫 这叫我怎么打 秦明苦笑地摇了摇头 龙极凶兽居然能够使用到 他如何是对手 还好他开始没有用到 若是用了 可能秦明的威夷挪不原剂 会受到影响 躲 见到越来越近的爪子 秦明脚往地面狠狠地移舵 接着这股力量 朝着远处飞扑出去 碰 秦明刚刚离开 巨兽的爪子落下 砸在地上 形成了一个大坑 单舞双绝 第2413章 戏弄 在巨兽攻击之后 秦明没有任何犹豫 止住步伐 反冲了回去 一拳朝着巨兽的喉咙攻击 巨兽知道自己的喉咙是弱点 抬起另外一只爪子 挡在喉咙前 碰 这一拳 秦明没有击中巨兽喉咙 而是击中了他的爪子 落在地上后 秦明不再攻击 而是围着他转圈 强 实在是太强了 他的攻击完全无法伤到他 再这样下去 哪怕击中了他的要害 又能怎样 秦明已经体会到了 他的皮糙肉厚 哪怕击中了要害 也只能让他受伤 甚至只会是轻伤 而巨兽只要轻轻 擦到自己一点 秦明不死也中伤 现在他被巨兽盯上了 受了重伤 可能活下来吗 估计马上就会变成 他的副中餐 巨兽的攻击 都被秦明轻松躲过 他围着巨兽转了一会儿 明显感觉到 他变得狂躁起来 不但皮糙肉厚 还脾气不好 估计这元兽在这里属于一爸爸 这巨兽的实力 应该达到了龙静中期 但因为他皮糙肉厚 力量极大的原因 估计很多龙静后期的元兽 都打不过他 哦 巨兽猛然抬起手 朝着秦明抓去 他并没有发动零力一击 而是收敛了几分力道 这样速度虽然慢些 可是能在攻击的中途 转换方向 秦明大害 这巨兽的攻击 能转变方向 他的威夷挪布也能 但他能一直使用威夷挪布吗 虽然领悟了威夷挪布的道 秦明现在 使用威夷挪布顺畅了很多 但是对于风之道 秦明只是入门而已 要是极其快速地 用威夷挪布道元祭 次数多了 身体一样会受不了 我奔跑的速度没去受快 就算躲避 也不可能一直坚持下去 这样总有一次 我会被他击中 一旦被击中 九手必失 秦明知道再这样下去 他迟早会被命丢在这里 就算我的威夷挪布 能连续不断地用 巨兽的体力也比我好 在他的连绵攻击下 我不可能坚持下去 巨兽的体力怎么样 秦明并不清楚 但使用威夷挪布 特别耗费体力 哪怕是身体能坚持住 体力也限制着他 该怎么办 秦明一边用威夷挪布躲避 脑子一边飞快地想着办法 攻击他 没有丝毫效果 跑 速度没他快 飞到天上去 天空中有龙极元兽 秦明死得更快 再这样 一直僵持下去 体力耗尽之时 就是他死亡的时候 一时间 秦明陷入了绝境 太危险了 在到处都是 龙极元兽的幻虚秘境 实在是太危险了 由坚持了一会儿 秦明感觉体力在一点点消耗 因为以极快的速度 使用威夷挪布 身体也开始出现疼痛的感觉 他心中越来越焦急 一滴滴汗珠 从他额头上出现 滴落在地面 这元兽似乎挺聪明 已经发现了秦明的窘迫 好争以暇地等待着 龙极元兽 都这么聪明吗 看着凶兽那戏弄的眼神 秦明心中苦笑不已 龙极元兽的智慧 他见识过 丹武双绝 第2414章 欲众阻敌 孝月天狼的智慧 不比人低 普通龙极元兽 虽然比不过孝月天狼 哪怕智慧高 但在战斗这方面 他们一点也不属于孝月天狼 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秦明心中大吉 突然 他脑海灵光一闪 我怎么忘了欲众 我一直把欲众当成了辅助修炼的元祭 但他在攻击中也极其好运 也难怪秦明会忘记 在成为联盟之主后 他一直待在联盟内炼制丹药 他平时参悟的道 也是火之道 很少参悟土之道 而最近的几次战斗 都是轻而易举 根本不需要使用到元祭 因此 一时间把欲众忘记 也实属平常 我的最强攻击是烽火道 所以我更加依赖它 但有的时候 并不是攻击越强 就作用越大 很多时候 在战斗中 要使用合适的元祭 看着巨兽膨大的身体 秦明对于龙境战斗 有了新的领悟 龙境以后的战斗 往往会需要用到的 一般的舞者 都只会学习几种道元祭 甚至只学习一种 那么在战斗中 他们对道元祭 运用的会很纯熟 威力会格外的强大 但秦明不同 他领悟了四种大道 领悟的道元祭有些多 攻击和辅助的都有 在战斗中 他应该利用这个优势 而不应该把所有的期望 都寄托在攻击 强大的烽火道上 你体格膨大 这是你的优点 也是缺点 秦明眼中闪过一丝自信 他找准时机 在巨兽抬起爪子时 猛 燃得使出欲重 顿时一股力量往地上猛钻 巨兽一时不察 倒在了地上 趁着凶兽倒地 秦明二话不说 转头就跑 龙极元兽 就是龙极元兽 哪怕我有克制他的元祭 也知道暂时压制他 秦明在奔跑的过程中 嘴中鲜血直流 他拿出怀中的一颗完美疗伤丹药服用 伤势立马好转 他受重伤的原因 除了是因为巨兽是龙极以外 还因为他身体太重 秦明想要用御重 把他按到在地 也更加困难 猛然间发力 这才让他受了伤 以后应该多练习御重的攻击 若是我熟练掌握御重 这一次虽然会受伤 但不至于伤成这副模样 幸好我有完美龙极疗伤丹药 否则带伤在幻虚秘境中 这简直是在找死 体会到御重的好处 秦明心中把这个道元祭的重要性 提升了许多 除此之外 我不能只领悟火之道 也需要领悟土之道 我的火之道选择的是创造 他除了增加我炼丹速度之外 没办法用在攻击上 现在我的炼丹速度已经够快了 已经足够使用了 不需要再提升 秦明暗暗绝对 这次出去之后 就以修炼土之道为主 还要经常使用御重攻击 争取把道元祭用到纯熟 这样以后再使用御重时 就不会像今天这样 伤敌八百 自损一千 远处 巨兽迷茫的双眼 看着离开的秦明 并没有追击 他有些畏惧了 他体型庞大 哪怕是同级的元寿 都没有把他摔倒 单舞双绝 第两千四百一十五章 圣血 刚刚那舞者 明显使用的是刀攻击 而且是一种强大的刀 巨兽不知道对方 还有什么手段 只是一道可有可无的甜点 犯不着费这么大的力气 跑了一段距离之后 见到巨兽没有追来 秦明心中松了一口气 按照来的方向返回 他很快就碰到了米贝和米绝 秦明你没事吧 米绝观心问道 若是自己碰到了龙极元寿 肯定是一招都接不住 有死无生 而以龙极元寿的速度 哪怕他极其擅长速度 也不可能比得过龙镜 必然会被追上 一旁的米贝 也是十分关心地看着秦明 秦明在回来时 已经把受伤的痕迹 全部清理 所以现在看起来 只是有些疲惫 连有些苍白而已 他摇了摇头不碍事 借助玉仲甩开了他 幻须秘境 实在是太危险了 也不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找到圣血 米贝担忧地说道 找到合适的圣血之后 他和哥哥 就会在圣血附近修炼 一直待到幻须秘境结束 在幻须秘境中 若不是秦明 他们早就死了 早点找到适合的圣血 也能和秦明分开 这样没有自己这个脱油瓶 他也能更安全一些 这一刻 米贝深感自己实力低 拖累秦明 而羞愧 这段时间 他已经很努力了 奈何以前的基础太差 哪怕有秦明完美丹药的帮助 距离突破舌径 还有一段距离 更不用说交进何龙境了 放心 很快就能找到的 秦明安慰了米贝一番 继续向前走 B2 秦明打起十二分精神 注意着周围 一旦遇见龙极元兽 好马上离开 一路上 又碰到了两头龙极元兽 都被他们提前避开了 当然 也有可能是龙极元兽 对他们并不感兴趣的原因 就这样心惊胆战地走了两天 他们碰到了一滴圣血 圣血附近 有元兽守护着 他们并没有攻击秦明三人 这里有着神秘的力量波动 普通舞者一旦接近 就会被圣血的力量攻击 这圣血很温和 力量也不大 米贝和米爵感应了一番 并不是他们需要的圣血 根据爷爷的话 他当时是顺着天边的如同凤凰一般的红霞 才找到那滴圣血 但这里根本就没有红霞 米贝沮丧不已 一进入幻须秘境 他就朝着天空到处寻找 可根本就没看到所谓的红霞 他也知道 幻须秘境已经过去了千年 发生任何改变都有可能 这次进来 就算有爷爷的指示 也不一定能够找到 可能是我们还没有到 你看天边不是有很多红色吗 也许过一段时间 我们就能找到 如同凤凰一般的虚影 秦明指着天空 笑着安慰道 幻须秘境的天空很奇怪 各种颜色在天空都能找到 若不是这里很危险 其实这样看 天上的景色 还是极美的 现在三人正处于危险中 也没有谁有心思欣赏景色 三人离开了这滴圣血 继续朝着前面走 时不时的 米贝就会抬头看天 丹五双绝 第2416章 有毒魔 走了一段距离 秦明忽然到有龙镜毒魔潮 这么过来了 我们赶紧找地方躲起来 寻魔应符上 有着一个红点 正朝着他们急速地接近 这是他最怕遇到的情况 虽然有寻魔应符 也能探查到 三千丈之外 有没有毒魔 但是 若龙镜毒魔 刚好朝着他们这边飞来 很有可能他们没有时间躲避 而被撞见 这种情况极少 毕竟幻须秘境这么大 毒魔虽然多 但龙镜毒魔很少 没有想到 运气这么不好 刚好有个毒魔 朝着他们奔来 三人朝着附近看去 这里空无一物 根本没地方躲避 爬下来装死 龙镜毒魔马上就要来了 既然躲不了 只能装死 希望毒魔看到三具尸体 不会太注意 三人连忙趴下 没多久 毒魔就低空从他们头上飞过 正在秦明以为安全无事时 天上的毒魔顿了一下 又飞了回来 似乎他打算检查一番 无奈秦明三人 只能站起身 活的 见到刚刚还是尸体的三人 现在突然站起 这位身穿黑色长袖的毒魔 吃了一惊 前辈 我们只是近来寻宝的普通舞者 现在幻虚秘境刚刚开启 还没有找到宝物 秦明拱手 对着黑色长袖 毒魔行了个礼 恭恭敬敬地说道 秦明的意思很明白 他们只是刚刚进幻虚秘境 身上也没有值钱的宝物 值不得对方出手 一般这样做 龙镜强者 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地 放过普通舞者 毕竟幻虚秘境刚刚开启 舞者们 都是从外围往里面走 外围也没有什么宝物 龙镜舞者动手 除了浪费体力之外 不会有收获 并不是所有的舞者 都是十恶不赦的 一般在没有好处的情况下 龙镜舞者 不屑于杀娇级舞者 哼 黑色长袖毒魔舞者 冷哼一声 你们提前发现了我 所以才趴下来装死 能提前发现我的 只有龙镜舞者 或者是什么宝物 秦明暗暗较糟 没有想到因为这个原因 才让对方认定了自己 该怎么办 没办法了 现在不管怎么解释 对方都要杀自己 毒魔本来就经常杀天龙世界的舞者 只是有的时候 要伪装自己的身份 所以才表现得 如同普通舞者一样 现在对方心中 已经认定 自己身上有宝物 不可能放过他们 跑 秦明低贺一声 米贝和米绝二话不说 转头就跑 这是在提前就商量好的 米贝的实力差 速度也慢 而米绝速度不错 米绝带着米贝跑 秦明才更好的抵挡危险 想跑 黑色长袖独魔舞者不屑 只是娇劲而已 能跑得过他 不过抬头一看 刚刚那两人 已经快没影了 这速度 不似普通舞者呀 看来这次赚大了 哪怕没有宝物 杀三个天龙世界的年轻天才也不错 黑色长袖独魔舞者飞起来 手持着长剑 对着站在原地的秦明刺去 你不跑 有勇气挡在我面前 那么我就成全你 单舞双绝 第2417章 谁更重要 在他看来 一个交近舞者 哪怕有些实力 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不 连他一招都不可能接下 因为他的攻击蕴含了道 面对黑色长袖独魔舞者的灵力一剑 秦明脸色凝重 现在米贝和米诀还没有跑远 他必须想挡住对方的攻击才行 召唤出烈焰 秦明聚集体内的道 对着长剑一拳轰去 风之道和火之道融合在一起 有一道耀眼的光芒 从拳套与长剑中绽放出来 黑色长袖独魔舞者被击飞 倒在地上 不敢置信地看着秦明 怎么可能 你明明是焦急舞者 他站起身 揉了揉受伤的胸口 眼神凌厉 他现在已经反应过来 对方的实力确实只有焦劲 但他攻击中蕴含着极强的道 这种道他从来没有见过 没有想到 你是一位真正的天才 这样的天才 愿意自我牺牲 却保护他们两人 想来他们两人极其重要 黑色长袖独魔舞者想了很多 面前 这位年轻的焦劲舞者 实力出乎预料 如真正的天之骄子 可就是这样的人 确实留下了阻挡他 刚刚只是对拼了一招而已 他并没有使用权力 毕竟攻击一个焦劲舞者 他需要用权力吗 也因为这个原因 他才会被击伤 可这并不是他真正的实力 而且 对方虽然能发出 如同龙镜舞者的一击 但实际上 只有焦劲的实力 这样的攻击不可能持续 对方速度不如自己 十 力不如自己 可他是一个绝世天才 现在居然舍弃自己 来救那两个舞者 可想而知 那两个舞者的身份 是何等的重要 也不怪他这样想 因为这样才是常理 也只有秦明 根本不在乎 自己的身份与地位 把米贝当成 自己亲人保护 所以 在别人看来 他只是一个保护者而已 保护着身份地位 更高的人 所以 黑色长袖独魔舞者 才会对米贝 更加感兴趣 哼 黑色长袖独魔舞者 看了秦明一眼 并没有再杀他 而是朝着远处米贝 和米爵追去 他在秦明头上飞过 让底下的秦明 一阵错愣 秦明已经准备好迎接对方 暴雨一般的攻击了 没想到 对方居然不和他战斗 该死 他把目标定在了米贝身上 看着黑色长袖独魔舞者 飞行的方向 秦明哪里还不知道 对方打的注意 怎么回事 秦明一头雾水 对方为什么不想着 先杀自己 而去追杀米贝 秦明哪里知道 黑色长袖独魔舞者 心里的弯弯绕绕 若是知道 肯定会自己告诉对方 你想多了 不能让他跑了 一旦追上米贝 后果不堪设想 秦明能够抵挡 黑色长袖独魔舞者的攻击 可米贝和米爵 却是抵挡不了 追上之后 他们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就会被对方杀死 不能让他追上 秦明情急之下 用出了欲重 顿时 在天空的黑色长袖独魔舞者 一个不察 被重力拉了下来 他转过身 一脸震惊地看着秦明 单舞双绝 第2418章 拖累 面前这个年轻人 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刚刚攻击的时候 就带着极强的道 现在居然有一种 完全不同的道出现 而且威力还这么强 直接把他从空中攥了下来 这年轻人的天赋 天资 到底有多强大 同时掌握两种道的舞者 他从来没有遇到过 更能说明 眼前这人的重要性 黑色长袖独魔舞者 有些犹豫了 到底是去追那两人 还是留下来 把面前的年轻人杀死 我杀他 那么肯定会被那两个小家伙逃了 若是我追上去 那么很明显 他也会追上去 就算有这种道的印象 我的速度 也不是那两个舞者能比的 我现在追上去 若是面前的年轻人放弃 转头逃跑 那么我也跟着转头 追杀他 黑色长袖独魔舞者心里 把秦明当成了主要目标 不过他比较贪心 又想杀刚刚逃跑的两人 又想杀了秦明 于是 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现在去追杀那两人 若是后面的年轻人跟上 那么三个人都可以一并杀死 若是他不跟上 那他就放弃那两位舞者 转头杀这位年轻舞者 反正两头都不亏 比只杀这个年轻人 要好很多 黑色长袖独魔舞者起身 朝着米贝和米绝的方向 再次追去 该死 我的玉仲使用的并不熟练 威力也不强大 对付众些的元兽 还能起到作用 可对付龙镜舞者 只能减缓他的速度 但龙镜舞者的速度实在 是太快 哪怕我减缓 也不能阻止他 追上米贝和米绝 秦明无奈 只能一边全力用玉仲 一边全力低空飞行 他现在多希望 能碰到一个龙镜元兽 那么有着龙镜元兽的抵挡 很可能把这独魔挡下来 可惜 这一路上都没有出现 龙镜元兽 这位黑色长袖独魔舞者 轻轻松松 就追上了米贝和米绝 见到身后的独魔追来 米绝心中暗暗发苦 他的速度很快 但要带着一个人 速度最少降低了三成 若是和普通舞者相比 哪怕是降低三成 他也能轻松超过 可和他比的是龙极舞者 哪怕是被秦明 降低了速度的龙极舞者 他都比不过 太憋屈了 要是我不是圣血舞者 说不定我已经达到龙镜了 米绝心中无奈 哥哥你放我下来吧 以你的速度 有秦明阻拦 你一定能够逃脱 见到身后的黑色长袖独魔舞者 米贝银芽一友 对着米绝说道 他不希望三个人死在这里 都怪自己不争气 现在的实力才只有蛇镜 若是和哥哥一样 达到了娇镜 他的速度 一定不会比哥哥慢 再加上秦明的帮助 甩开这位独魔 应该不成问题 都是自己的拖累 才让哥哥和秦明 陷入险境 一次又一次的拖累两人 米贝心中充满了愧疚 说什么傻话 哪怕是我死 也不可能丢下你 米绝摸了摸米贝的头 带着他继续朝前飞 而这时候 黑色长袖独魔舞者 离他们的距离 只有寥寥二三十丈了 眼看就要追上来 丹舞双绝 第2419章 追杀 在独魔身后的秦明 猛然一个加速 站在米绝和米贝身后 对着冲来的独魔 一拳攻去 这一招 秦明全力出手 用的是风火道 但是龙击独魔早有准备 他这次可不会在轻视面前的年轻人 手中的长剑 聚慢了元气和道 与秦明互碰了一招 碰 独魔指住身形 而秦明却是倒飞出去 胸口剧痛 我身体太差了 虽然攻击力量达到了龙净 但我的身体素质 完全不能驾驭这般强大的力量 秦明揉着胸口 心中暗暗着急 他身体素质 在交近舞者中 没有找到比他更强的 哪怕是同为圣血舞者 秦明也能超过他们太多太多 但是 就算如此强大的身体素质 也无法承载龙击的力量 他刚刚与独魔对拼了一击 他自己的力量与对方的力量合二为一 反正之力前所未有的强大 你们快走 我坚持不了多久 秦明焦急地大喊 黑色长袖独魔舞者嘴角微微翘起 他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 虽然面前的年轻人实力很强 而且有着一种威力极大的道 但是又能怎样 他只是娇劲而已 而自己却是龙净 之前他受了点轻伤 完全是因为他没有权力出手而已 现在他权力出手 有了准备 又怎么可能伤得了他呢 而且 对方似乎并不能承受龙击的力量 如此一来 只要对弓几招 他就死定了 这三个人的命 今天他都要收下 你们一个 也别想逃 黑色长袖独魔舞者自信的一笑 手中的长剑 耍了个潇洒的剑花 朝着勤明弓去 得意什么 只是仗着自己武道修为达到了龙净 才能耀武扬威 你有本事 压制实力 和我们宫廷一战 米贝见到黑色长袖独魔舞者 又对着勤明弓来 圆滚滚的大眼珠子转了转 大声道 哼 龙击独魔但笑一声 我就是欺负你吗 怎么了 谁叫你们的实力差 这个世界可不讲公平 凭借的是实力 作为龙击舞者 他经历过太多 这个小女娃的激将法 被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确实 他如果把实力压制在交集 肯定不是对面年轻人的对手 但是他为什么要把实力压制在交集 因为自己是龙击 杀普通交集舞者 所以应该感到羞愧 不好意思 只有死了的敌人 才是好敌人 羞愧和命相比 羞愧就羞愧吧 再说 这里也没有其他人看着 不 就算有其他人看着 他也要全力以赴 杀了这三人 带着他们的尸体 去向魔祖邀功 在进入幻虚秘境之后 魔祖可是把一切禁令都解除了 不但如此 杀了天龙世界的天才舞者 还会有奖励 他平日里要隐藏 要伪装成普通的龙净舞者 并不能暴露自己是独魔的身份 也因此 以前在天龙世界中 他并不能随意杀害普通舞者 现在禁令解除 不知道多少和他一样的独魔 兴奋至极 丹舞双绝 第2420章 立功 听到龙净独魔的话 米贝脸色通红 对方太无耻了 明摆着仗着龙净的实力 欺负自己几人 但又有什么用呢 这时 秦明又深深地承受了一击 鲜血从他嘴里流出 看得米贝一阵心疼 龙净 秦明深深地看了龙净独魔一眼 从怀中拿出一颗完美疗伤丹药 放在嘴里 完美丹药 见到刚刚吞服丹药 龙净独魔一愣 看来 你的身份很了得 身上居然有完美丹药 他知道天龙世界中 出现了一个舞者 名叫秦明 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无数完美丹药 也因此 建立了云城联盟 这些完美丹药给自己等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是魔祖的心腹大患 魔祖一直想杀秦明 可因为他躲在云城内不出来 所以没有机会 又因为为了这次换须秘境的计划 他们只能先忍一忍 等到换须秘境结束 魔祖得到了宝物 就能轻松地灭了天龙世界的所有舞者 哪怕他们有完美丹药 有寻魔应符也是一样 表面上 他们对完美丹药不屑一顾 但实际上 他们非常羡慕有完美丹药的天龙世界舞者 可惜 他们与云城是敌对关系 与秦明更是不死不休 对方不可能给他们完美丹药 那么 想要获得完美丹药 只有一种办法了 去抢 杀了天龙世界拥有完美丹药的舞者 只能就能抢夺到完美丹药 这是目前他们知道 唯一得到完美丹药的方法 但能拥有完美丹药的天龙世界舞者 很少 并且都有一定的地位 这也造成 他们哪怕想抢 也很难抢夺到一颗 看来这次 我要大丰收了 龙脊独魔满脸笑容 三个连龙脊实力都没有的舞者 杀了他们 就有完美丹药 这完美丹药带来的 完全不费任何功夫 见到龙脊独魔神色不善 秦明心中发狠 变身杀了他 他现在恨不得变成怪物 直接涂了这独魔龙脊舞者 无耻不说 觉得他们好欺负 已经把他怀中的所有完美丹药 看成自己的了 秦明摇了摇头 不能变身 一旦变身血脉中的凶性就会增加 再没找到化解圣血凶性的方法之前 他都不能变身 那么似乎只有一个办法了 秦明看了看腰间 那里有一张印符 不行 若是现在使用他 计划就完全失败了 秦明再次否定 跑 他大喝一声 和米贝米爵们一起逃跑 跑得掉吗 黑色长袖的龙脊独魔 如同猫捉耗子一般 继续朝着秦明三人追去 我用玉仲全力阻挡他 你们和我一起逃 只要找到龙脊元兽 我就有办法甩开他 利用玉仲 秦明可以限制龙脊舞者 和龙脊元兽的行动 也因此 他能够用玉仲 同时把龙脊元兽和龙脊独魔 一起留在后面 龙脊元兽可不会对龙脊独魔手下留情 到时候 他们就能逃脱了 有玉仲的帮助 秦明三人虽然逃脱不了龙脊独魔的视线 也龙脊独魔想要追上 也不是那么容易